今天問人生產出來就在撩銷貝 農業 農業就這樣 是不是不容易出問題 為什麼 生產者跟消費者之間有很強的連結 你敢騙人家 你敢弄不好的那個人家是 全村 全鄉 全縣 別敢 對不對 你根本不敢做這些事情 所以才會被打死 大企業出來之後 消費者跟生產者 連結連結被打斷 你要依靠什麼 依靠剛才我老師講的 很嚴謹的檢驗流程 還有什麼 劈迫人 對不對 但是你們要注意 這麼大的檢驗流程 你能讓剛才我老師說檢驗八百個小時 他跟你講 另外一項 就沒辦法對不對 還有呢 人就是人 中間過程中沒有人聽 所以就漸漸收掉了 漸漸收掉了 第二個 就算真的沒有收 你想一想 這些政治人物 他們選擇有錢漸漸的 大企業對不對 大企業大道會影響國內建立 大企業大道會影響美國總統的先舉 大企業大道什麼 大道可以在第三世界國家轉彎 那個巴西曾經禁止美國的 基因植物 農產品進入它的產地 不准重的 這些大企業還會恨美國 這個貿易制裁巴西 對後面巴西政府放棄 所以巴西還是生產品 那個極改的東西 就這樣來講 所以你知道 他們很大 我們只能呼籲 你很大部分的東西 還是要透過這些大的市場體系去買大的 譬如說 你們家民主感染很有 反正以前台灣有的 台灣有感染喔 這樣你知道嗎 新主 新主保鮮有感染喔 很讚 各位有機會去買 台灣有在地感染 但是台灣很多東西還是已經習慣了 就是從世界各地來 但是其實我們在這個時代 我們比較呼籲說 如果你覺得 你可以盡量盡量的消費在地的東西 那我們會希望你消費在地的東西 那 直接跟同這個東西嗎 台灣 台北有很多東西 那個維基市 各位知道嗎 公館這邊有一個水壞維基市集 每個禮拜六都有 其實你一個禮拜拆兩天多賣 你就會這樣 很安全 為什麼安全 第一個 它是有計程證 第二個 那個 那個農務部都跟你認著 它不會騙你 回不上那個時候 那 我只能說很安全譜啦 盡量就好啦 加減水費就越安妨了 你不要說老人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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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 你都不願意 太道德性 太天馬 太空 太理想 我不會相信 我不會相信 不過就是很多人 很多人 但是 你的決定 自己應用你的家 應用你的家庭 你如果要這樣做 絕對有 絕對可以 你說藥可見的東西 有這麼多 但是你要知道 你生在後面 生後面的醫療費 還有後面的風險 所以 你到底 全都要怎麼做 我 我告訴工業 主名 成立一個老師 那個志工團 我一個大多次 弄你科技市場 幫助這個社工 我沒有 沒有 科技市場到白菜 到白菜 就去年廣場到這裡 你說老師 你這樣 這什麼總統 我跟你說 我講 我們做志工 其實我們農民 學到很多贏大地智慧 我們得到你 各方面好好告訴你 這是良性情況 你透過這個過程 導致怎樣 來我們育地 健康的狀況 還有 吃到安全的東西 所以其實 還受不在話 不是說 大部分人要怎樣 而是你到底決定要怎樣 你決定怎樣 就決定你的安全 我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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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謝謝今天晚上 環保聯盟邀請我來跟大家分享 有關於一些的食品安全的事情 那其實主婦聯盟和環保聯盟 我至少跟別人在講是說 主婦聯盟和環保聯盟 有點像個先生跟老婆的關係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環保聯盟的創辦人之一 張伯龍老師 他在環保聯盟裡面非常活躍 那張伯龍老師的太太徐勝樹 他就創辦了主婦聯盟 他們絕對不是夫妻在地上贏 只是勝樹是一個非常有想法的女人 所以他那時候他創辦了主婦聯盟 所以我們其實早期環保聯盟做什麼事情 主婦聯盟幾乎都是一起在做 包括中國法河 或者說有一些環境的議題這樣子 那我想就是說 包括聯盟關係的範圍很廣 那但是呢 主婦聯盟其實到後來 我們會做的一個重點是做在 生活環保 生活環保 因為你如果邀請我們的這個 媽媽們 就是常常要跑到山上去 保護樹木 跑到海邊去 或者是說要提出很有分量的 很有研究報告 其實我們是比較弱的 那比較弱呢 可是呢 媽媽們都在社區裡面跑來跑去 然後也關心家裡面的人 然後也關心這個 世面上的一些的事情 就很激烈的啦 所以我們就開始做 就做生活環保 可是生活環保呢 我覺得主婦聯盟在做 生活環保裡面呢 有一個非常好的 就是說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社會怎麼樣的呢 就是說我們以前是六年國民教育 或是變成國九年國民教育 其實台灣的婦女 受到教育的水平比別的國家高很多 那這樣子的一個情況呢 但是台灣的婦女的就業率 到目前為止只有50% 換句話說50%的婦女是沒有在就業的 那沒有在就業的這群人 他可能是因為他家的環境比較好 不需要去賺錢可能 那也有可能是因為他的孩子還小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外面工作 那也有可能是家裡面有人生病 需要一個人在家裡面照顧這個家裡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我們就看到是說 其實很多的婦女 她沒有去外面工作 可能都是有原因的 所以呢 像我們就會常常會關心是說 這樣子的沒有到外面去工作的人 那她白天在家裡面 她在做什麼 那如果我們都把他們拉出來 關心我們社會上的話呢 就時間和力氣 應該比那個上班的婦女要多很多 所以呢 我們在就是活動的時間呢 就會聚焦在禮拜一到禮拜五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呢 我們就看到 其實很多的婦女 都受到一個 一些間的不同的背景的序列 有的人是學農業的 有的人是學英文的 像勝訴是學歷史的 那有些人是學會計的 所以每個人的背景不一樣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其實這些女人都是蠻有想法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 1990年的時候呢 祖父聯合就認為 我們一天到晚在保護環境 可是呢 還是有很多的人 她在消費的時候 她其實是做了一個 破壞環境的事情 比如說我們說不要放高山茶 因為呢 我們不要大家去砍這個山上的樹木 來種這個 比較小科的這種小茶葉 可是呢 如果大家都喜歡喝高山茶的話呢 你其實是 漸漸的鼓勵了我們的農夫 或者我們的商人 跑到山上去種茶 那這樣子呢 樹就不斷的被砍 土地就不斷的破壞 所以我們就開始說 如果說我們希望大家能夠來保護環境 你事實上你在消費的時候 你在投票的時候 投你的鈔票的時候 也應該來注意一下我們的鈔票 到底是要買什麼東西 不要隨便和北位 不要說這東西便宜就買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在1990年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把這個 購文購買 就是我們購文去支持一下好的產品 它可以購文購買 那其實像我今天早上 就會看到是說 今天聯合 今天各大到來都在講說 15歲的學生 他們以後想要做什麼行業 男生的第一名就是要做 廚師跟這個 跟那個叫做麵包師傅 主要的就是因為 阿基斯和吳寶春 所以大家都覺得很棒 所以大家就想要去做這個 女生的第二名也是要做這個行業 所以說吃東西的這件事情 其實是蠻吸引年輕人的 然後在這個事情上面呢 他們也覺得 不見得是想要做總統 不見得是想要做市長這樣 但是他們想要做一些就是說 他們的感覺上有個目標 他們可以達到的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當然就是說我們會看到 就是說我們的孩子 他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可能會看到一個好的一面 可是我們現在就會看到說 我們的食品問題 也會讓很多的家長擔心 那這個食品問題的擔心呢 其實主婦聯盟 是一個環境保護基金會 所以照說我們在說的 消費的時候只是講說 我們去支持好的東西 不要支持壞的東西 可是我們在 剛剛吳老師有講到 就是說我們在美國 牛肉進口的那段時間的事情 我們主婦聯盟變得跑到很前面 跑到很前面 主要的是因為台灣的政府要開放 就是說我們的那個美國牛肉 他希望絞肉 骨頭 還有內臟 他都要派到台灣來 那主婦聯盟呢 那個時候就跟消費會一起來 就有關於這個 反對美國的這種內臟啊 絞肉啊 骨頭啊 跑到台灣來 就怕台灣人吃了太多不好的東西 包括他絞肉 他放什麼東西進去絞 我們也不知道 那他內臟 有沒有一些的不好的毒素在裡面 因為美國人不吃內臟 可是這些東西 如果引到台灣來 台灣吃內臟 所以我們可能就吃了很多的這種東西 還有呢 我們的骨頭裡面呢 牛骨頭裡面可能會有狂牛症的 一些因子在裡面 那這些東西如果到台灣來的話呢 事實上是造成我們台灣的另外一種的 身體的風險 所以呢 在這種情況下呢 就是消費會 主婦聯盟 還有就是董事基金會 還有就是建築健保聯盟 就幾個團體 大家一起來反對美國牛肉心口 這件事情事實上 我們就看到 主婦聯盟就是跑到比較前面 那待會在這個事情之後 後來就因為公投 本來是要做公投 後來公投就失敗了 就停下來 停下來呢 但是在去年 去年呢就發生了一個事情 就是說 那個美國的牛肉呢 他們含了瘦肉精的美國牛肉 想要搬到台灣來 那他們想要搬到台灣來呢 我們當然就用主婦聯盟 然後就去找那個 這個消費會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都要再跳出來 因為太小 還會多發安 那些東西對我們身體影響更大 可是呢 消費會是說 他們可以關注這個議題 可是呢 他們不能夠像男婦聯盟一樣 今天跑行政院去抗議 明天跑監察院去抗議 他們說他們消費會 比較不做這樣子的 接觸抗議的事情 所以呢 就變成主婦聯盟 我們又跑得更前面呢 我們又開始在這個 私底安全上面呢 我們就每天跑到 農委會去抗議 又跑到我們的監察院去檢舉 又跑到立法院 又跑到哪裡 所以我們就變成是跑得很前面 那所以呢 當我們跑得前面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 很多人跟主婦聯盟 變成有期待 那有期待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會說到 一些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私底不安全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很多人就跑來就說 你們主婦聯盟是怎麼想 那也不光是消費者來問 媒體也會來問 所以呢 就變得我們就變得要應付這些事情 那我們也就開始 其實也不是開始啦 就是我們就是真的要來關心這些事情 那我們會看到就是說 從這個收粉油的這樣子的一個角度 我們就看到 環保署沒有把收粉油處理好 他們沒有把這個廢池的油品的事情處理好 那我們就開始要來陪環保署 所以環保署本來是說 這個廢油的事情沒有他們的事情 因為呢 他們都沒有在 因為廢油本來就要拿去再利用 所以呢 他們認為他們是沒有什麼特別的責任 可是我們說 你的廢氣物在收的時候 你就會在收廢油啊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的廢油沒有 沒有去調查他的量 他的收工找你不知道 去到哪裡你不知道 那這樣子的話 政府就是失職 所以就開始 我們也在大環保署 那當然是我媽最多的就是 衛生福利部 因為這個事情就是衛生福利部管的 可是衛生福利部 你怎麼把這個東西管成這個樣子 然後讓我們市面上就是連環報 而且報告後來就發現 還有一個海關的問題 因為海關事實上呢 他是在這個進口的時候 他們有好好把關 然後呢 讓人家用一個圍造的一個 或者說工業的東西 把他弄的這樣子 很多的技巧 然後就讓他能夠過關 然後就到台灣裡面來 所以我們就會說 其實在這個事件發生了之後 我們就發現 食品店應該是跟工業 他跟一個工廠的那種 所謂的那種化工業 他其實是要分家的 他要分家 他不能夠合在一個廠區裡面 因為這樣子的話呢 譬如說像南朝 南朝呢 他本身他從國外進口流流進來 各位知道我們祖父聯盟 曾經有到日本去取金 就是取金那個費油做肥皂 我們到日本去 因為看他在日本當中 把費油回收回來 然後來做肥皂 那我們知道說日本當中 會回收費油來做肥皂 是因為他們 不要水污染的琵琶湖 所以呢 我就會覺得說 很環保 所以也在把這個費油回收 這個事情當成我們 一個重要的事情來推動 所以呢 我們就會去拜訪南朝 我們大概二十幾年前 我們就去拜訪南朝 那南朝那時候 會告訴我們說 其實我們的現在市面上 回收的費油呢 是可以拿去做肥皂 可是呢 這個費油做的肥皂呢 一般來說 因為這個回收的肥油比較雜 所以然後品質比較不穩定 所以呢 他們都是把它拿去做 工業用的硬脂酸 所以呢 這些東西都會拿去做成工業的清潔劑 那另外南朝自己本身呢 他們的費油做肥皂的原料呢 是牛油 他們說它是國外進口很多的牛油 所以來做成肥皂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說 所以在我們市面上看到的 南朝肥皂都是這樣子的產品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是說 其實南朝這個進口的牛油 是來做肥皂用的 可是這一次的事情裡面呢 我們就看到 南朝因為它的化工廠 它的做肥皂的這一塊 和做這個食品的 食品油的那一塊 它其實有一點點的 可能有互通有無 所以南朝它要進口 工業用的牛油的時候 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它把工業用油的東西 它如果不快 又把它轉到食品用的時候 就沒有人知道 所以等於說它的工廠有 廠區 但是它可能有做兩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是說 其實像食品業呢 它應該要有一個工廠 好 那個紅線在那邊 是不可以跨過去的 第一個不可以跨過去的東西 當然就是我們的廢棄物 我今天我們家吃白飯 結果呢吃一吃呢 我可不可以把我的白飯 沒有吃完的炒一炒飯賣給你 一個蛋炒飯 然後你收血 基本上不可以啊 因為你也不知道我有乾病 你也不知道我有什麼 其他的傳染病 那你當然不會吃我的身份 所以這一些東西呢 它本身它的流通 它必須就是說 它不能流到食品這邊來 它要流到廢棄物的那邊去 那它流到廢棄物的話 它可能就可以去做堆肥啊 可以去做養豬啊 或是做其他的工用 那油這個東西呢 其實在台灣我們一直都說 你把廢油回收之後呢 你是可以拿去做肥皂之外 你其實還可以拿去做成柴油 因為這個東西 就變成一個工業的用途 你可以拿去做柴油 那政府本來也是想要這樣做 可是後來政府就不做了 所以就變成 就變成很多問題就跑出來 好 那我剛剛說 我們的紅線呢 除了一個就是說 你不可以把這個廢棄的東西 拿來食品業裡面使用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不能把工業的東西拿來食品業使用 因為工業的原料的水平 和食品的原料的水平是不一樣的 所以剛剛那個吳老師他有講到的是說 像這個我們做的這個牛奶 牛奶裡面放這個三聚精安 那三聚精安這個東西 就是因為我們就會看到就是說 我們政府他在檢驗奶粉的時候 他就會看這樣一些的品質 然後業者他們就很聰明 他們就說你檢查這五樣的東西 那我知道你們有檢查一個東西 叫蛋白質 那我就把這個可以產生 一個標準的這個東西呢 我就把它做給你 可是我就用了一個三聚精安這樣子 那或者說像我們在前一陣子 可能也有看到就是說起銘器 像我們一般來說呢 我們在家裡面做果汁都會知道 是說你果汁打好之後 過了一段時間就是會水啊 跟那個沙沙那種泡都會分開來 所以賣相就不好 所以他就會用一種食品用的起銘劑 再跟做一個攪貨 然後呢就會變得比較雲 比較漂亮這樣子 賣相比較好 那可是呢我們的廠商可能也很黑心 他把工業用的起銘劑呢 拿到食品地來用 所以呢他就不夠省錢 那這樣大家都知道 以後就會覺得他怎麼可以這樣子 所以起銘劑的事情 事實上也造成了很大的一個 食品不安全的一個案例 那我們也是看到這麼多的案例的時候呢 當然就是說以我們祖父聯盟來說 祖父聯盟很多人 我們大家大概就是比較會吃自己覺得安全的食物 所以這些東西我們其實是吃了不多 可是我們就會想說 其實我們的整個台灣的這個社會 如果說我們都是一直吃這種爛起大張的東西 大家這裡就保壞了 然後呢我們的這個健保就會支出很多的費用 那健保就會破產 然後到時候台灣的健康等全民健康都不行 你說今天天天不管是要上戰場去打仗 還是要請大家努力的工作 你的體力都不行啊 你一定會拜託下來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說 像這樣的一些事情呢 他應該是讓我們哪一個都要關心 那這一次的事情上面呢 我們就是說你的紅蟹只不能跑過來 後來才知道還有那個飼料流也跑過來了 我們就覺得說你豬吃的 怎麼會跑來給人吃了 就覺得好像這樣的事情怎麼一直發生 所以我想說如果說我們是把一些的事情 把它畫得更清楚的時候呢 其實我覺得回到就是回到一個管理 就是說我們政府到底是來怎麼管這些事情 那我覺得我們的政府真的是沒有在管事情 因為大部分都頭痛一筒腳痛一小 有一個萊克多巴胺的事情的時候 政府就來查萊克多巴胺 那有一個什麼塑化劑的事情的時候 政府就來查塑化劑 可是他都是這樣子一直追著跑 那他其實是沒有一個好好的一個整體的管理的方法 那我們也看到就是施定藥物管理的情況 施定的人才和經費其實都少很多 藥物的這一塊人才和經費都比較多 所以這陣子的人也不夠 然後錢也不夠 然後他們又沒有方法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說我們很多的食品業的人 大家都是一家親嘛 老師啊學生啊 然後又是研究啊廠商啊這樣 所以有人就是說 可能有些老師根本就是食品業的門神 因為他們常常有一些的研究的計畫 然後很多就是找這些老師來幫忙做 所以他們這些老師也等於是說 在替這些食品業在做服務 他們講的好聽是做服務 事實上就是說替他們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等於說關係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們在這裡面呢 要產生一個很大的監督力量 就變得看不見 那我們常常也會看到說 我們的政府如果說沒有進步的話呢 你就很可能是說 碰到一個體力就是 倒高一尺磨高一丈 比如說我們現在呢 在我們的食品檢驗裡面好了 我們就說我們要檢查醬油 那醬油都黑黑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醬油的時候 我們就檢查這五種成分 有沒有問題就看這五種東西 或者看這十種東西 可是呢如果說有一個黑心的廠商 他把這個醬油把墨汁加到醬油裡面 看起來也黑黑的對不對 然後呢大概也因為他稀釋了以後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 一般人都吃不出來 可是在他的檢驗的裡面 他就不會去查墨汁的這個成分 所以這個東西呢他就會安全過關 那就變成是說我們的政府 他如果沒有很主動的去市面上採樣 然後呢可能他化驗的東西 就不是光這十種 他可能要做到十五種 或做到二十種 他才會知道說這個裡面 到底有沒有一些的 魔膏理障的那個東西 它在裡面 所以如果能夠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才可能去管啊 那如果說我們的政府 還是在在六十分的等級 那我們的廠商已經跑到九十分的這種 這種狀況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抓不到他們嘛 因為他們跳太高了 所以呢我們政府抓不到他們 不曉得他們到底在幹什麼 所以我們這一次我們也會覺得是說 我們的這種食品安全的事情 廠商我們都知道它是 很多的這個利害關係的時候 他會選擇對他有利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他可能就偷偷用了一些品質不好的啦 會用了一些比較這種這種黑心的東西進來 可是我們如果是說政府沒有去抓的時候 你就變成是說 他本來可能只是偷偷放一樣 後來呢他就發現沒問題 他後來就放兩樣 沒問題他後來就放三樣 所以這樣的東西呢 他是不斷的在廠商在 一直在看看政府的柔軟度 政府的能耐到底在哪裡 他一直在挑戰政府 所以這些廠商就變得 膽子越來越大 所以你可能也會看到這些的廠商呢 他們就是錢越賺越多 然後呢就變成一個大的廠商 然後政府就聽他們的話 因為他們有政治現金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我們就會發現是說 所以他把我帶起來 所以我被人還要打開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 我們的廠商呢 目前他們都會是說 我們在做自主管理 因為廠商會說 我們的業者那麼多 然後人那麼少 政府的人那麼少 他們有辦法管理到每一個廠商 所以他們就說 廠商是自主管理 可是他們在說廠商自主管理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他如果沒有一個機場的機制 再進入到這個 這個廠商的系統裡面 再去做監督的話 廠商就變成自己黑心 然後也沒有人知道 那我們的政府當然在這個部分 其實你看GMP的事件的時候 那些GMP的協會 他們說我們的廠商都是建中北英女的 我們都已經做得這麼好了 那你為什麼還要來這樣責怪我們 做不做得不好 出事情的是一兩家 可是我們其他的都還是建中北英女的 都是有本身 他們就是說這個東西其實 他們還是希望社會給他們肯定 可是你在這個裡面你就會看得出來 聰明的學生 他可能會約制到怎麼樣去犯錯 然後不要被你抓到 所以呢 那些優本身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會看到 這次GMP的這個系統 也被大家來挑戰 那當然就是挑戰的部分 我們才會知道 原來我們都以為是說 GMP這件事情是政府 就是經濟部工業局的話 他們這個系統裡面在做的 經過這個 這一次的事件之後 我們就知道說 其實發這個在管理的這個 廠商的這個流程的 就是GMP協會他們在處理的 那GMP協會他們在處理的時候呢 GMP協會的人呢 都是廠商 所以就是廠商當理事長 好 那比如說像魏一聰 他就是這個GMP協會的理事長 那我們就說你這樣子的話 如果說GMP的那個工作人員 他的專員 或他的檢驗員 他今天去到理事長的工廠的話 他敢怎麼樣去檢查嗎 他大概也都不太敢吧 就是護航這樣就讓他過了 所以我們就看到說 GMP這次其實也破產 就要大家覺得說 政府的東西都不可相信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們的政府 就是威信盡施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也會希望就是說 國家部分 他其實他除了管內部之外 他管內部之外 他要管外部 就包括就是我們這次很多東西 從越南進來的 那我們就是說 越南其實我們台灣的外交系統 我們的政府系統 跟越南其實是有很密切的互動 因為我們用了很多的外籍勞工 我們又進了很多的 我們又娶了很多的外籍新娘 就是都從越南來的 所以我們跟他們的關係 其實是還蠻有互動的 那如果蠻有互動的時候 你要去查他那些工廠 查越南的什麼廠的話 他也會幫助我們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政府 他其實一直都屬於管理 他都沒有在管理 所以他等於是放任 那當然我們也看到了 每次出事情的時候 我們的政府就會說 我們就另外找一個東西說 我們政府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來讓老百姓安心 我記得去年五月份 去年五月份的時候 那時候我還是主婦聯盟的董事長 所以我有代表去參加一個行政院的 食品安全會報 我去參加食品安全會報的主席 就是我們的行政院副院長毛治國 那當然那時候 因為已經燒到行政院了 所以毛治國就出來說 那我們要來做一些的 食品的事情 因為國外都開始檢查台灣的東西 甚至像新加坡或者是歐洲 他們都覺得台灣的東西已經不可靠 所以有些廠商他們到國外去做商展 食品展 結果他們那些到了國外去的時候 國外就跟他們說 你們台灣的東西都很糟糕 所以這個訊息傳回到台灣來了以後 然後新加坡又說 對於台灣的產品就要逐批檢查 然後不行就退貨這樣子 那所以台灣的政府就發現 這個會影響到商人 所以政府就說 那這樣子我們要來做一些事情 所以在去年的五月份 就開了一個食品安全匯報 結果就說 我們要來做這個食品雲 把所有的東西呢 有毒的東西全部都放到雲端去 然後大家互相攻擊 當然我們現在也看到 其實做了一年多 也做不出什麼成果 那像今年呢 又發生了這個食安的一些事情的時候 政府就說 我們要成立一個辦公室 然後就來處理 我覺得我們政府常常就是說 先化煤止渴 先化了一個煤在那邊 然後大家都不要吵 這個東西呢有效 可是到後來才會知道沒有效 但是這個都要去過一點時間 那我想說 在這個去年食安法 其實很積極的討論 本來以為是說 就算了